农历春节即将来到 为了让小朋友提前感受年节氛围 花园市立幼儿园举办2023年的新春围炉活动 300多名的大中小班小朋友围炉吃火锅 听故事看表演 而市长魏佳燕也到现场发送了巧克力 要和小朋友提前感受一下春节 随其用客家化来说步步高升好彩头等吉祥话 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 花园市立幼儿园在过年前夕 举办2023新春围炉活动 300多名大中小班的小朋友齐聚 孩子们带来热闹表演带动唱 也带来应景的围炉短剧 从活动中了解农历春节的传统习俗 春节围炉我们是用这个部分 那家宴也准备了一些小熊饼干 那跟我们的一些金沙巧克力 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一个新年的礼物 但是因为昨天的那个树花 然后有在清水段有一些坍塌的部分 那可能造成我们的有一半的一些礼品没有办法送到 那真的刚刚也在跟小孩小朋友说不好意思 那也会请他们尽快的看用我们火车 看能不能载上来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 那今天很开心 是我们室幼的一年一度的一个尾牙 那小朋友们都非常的期待 那在这边那其实家宴干也跟他们讲说我们围炉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过年的 为什么要围炉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家宴也跟小朋友解释 那未来我们期盼 能够每年都有这个很良好的传统观念灌输给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让他们知道 其实在一年来的一些酸甜苦辣一些辛苦 然后回家可以跟不管是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都可以吐露一下 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那也希望在外打拼的优质 未来都能够回来跟大家相聚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今天很多的志工 爸爸跟妈妈也非常的辛苦 那在安排非常良好的活动给孩子们 那真的很感谢他们 那未来也期盼我们是又越来越好 越来越更多的活动能够带给孩子们一个惊喜 随后市长未嘉宴一桌桌主意发放饼干巧克力 与小朋友一同迎春娜福分享喜悦 园长李飞玲表示 幼儿园针对节庆都会安排相关主题课程 这次透过围炉活动及老师进行安排的节目 让小朋友知道新年故事由来 过年尝试的应景菜即刻与吉祥话 让小朋友吃得开心 也提前感受年节欢乐氛围 记者长帮宴华联士报导